打開看一下 大家傳閱一下 看有沒有看過這種蟲 很爛的耶 很爛的耶 因為牌的比較過程 將幼蟲放在手上 好奇的觀察 討論聲不斷 這是同學們第一次 近距離的觀察牠 而牠是對環境 極其友善的昆蟲 黑水蒙 同學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裡面要放椰子嗎 因為牠可以吃 牠不止 對 只喝水 臭農民 牠在育養在這邊的時候 記得就是上面要噴水 我們用澎湖管 噴水去保持濕度 羅帥龍老師是青農教師 用自己的食物經驗 來告訴學生 黑水蒙對環境的好處 而學校的教學 不只是直上談兵 直接把整個友善環境的循環 常態化的讓學生 在石座中學習 100公分的蟲卵 大概可以吃掉 1.5噸左右的廚餘 100公分大概多大 就是我們小的 養樂多罐那麼大罐 然後可以吃掉 我們一台小吊車輛的廚餘這樣子 剛才記得大概幾度 牠比較適合嗎 20 25 對 25 那現在還不太夠嘛 基本上我們會 是以一個25度為一個中間值 下去做分解 因為25度以下的話 基本上它的繁殖 它的孵化 然後到它的進食 都會降低很多 大概只剩下30%左右 黑水蒙的排泄物 是天然肥料 學校將它跟堆肥混合 拿去種菜 而長大的黑水蒙 除了繁殖之外 還具有豐富的昆蟲蛋白 能拿去餵養幾隻 ! 完成! 嗨! 麒麟